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定义如下 一 公司 指依公司法设立之公司 二 有限合伙事业 指依有限合伙法组织登记之社团法人 三 企业 指依法登记之独资 合伙 有限合伙事业 公司或农民团体 四 无形资产 指无实际形体 可明辨内容 据经济价值 即可直接支配 排除他人干涉之资产 第三条 本条立所称主管机关在中央未经济部 在直辖市委直辖市政府 在线是未线是政府 第 二 章 基本方针 第四条 本条立公布施行后一年内 行政院应提出产业发展纲领 各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应定定产业发展方向及产业发展计划 报行政院核定 并定期检讨 各产业之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应负责推动所主管产业之发展 第五条 直辖市 县市政府得定定地方产业发展策略 定定时应会上各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各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得奖励或补助直辖市 县市政府以推动地方产业发展 第六条 删除 第七条 各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应扶导或补助监困产业 濒临监困产业 传统产业及中小企业 提升生产力及产品品质 并建立各该产业别 标示其产品原产地为台湾制造之正名标章 第八条 行政院应就国内外境计刑事对我国产业及其创新发展之影响 进行通盘性产业调查及评估分析 提出产业及其创新辅助计划 并定期检讨 前项产业及其创新辅助计划 应包含辅助监困产业 濒临监困产业 传统产业及中小企业之特别辅导计划 第三章 创新活动之补助或辅导 第九条 各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得以补助 奖励或辅导方式 推动下列事项 一 促进产业创新或研究发展 二 提供产业技术及升级辅导 三 鼓励企业设置创新或研究发展中心 四 协助设立创新或研究发展机构 五 促进产业 学术及研究机构之合作 六 鼓励企业对学校人才培育之投入 七 充裕产业人才资源 八 协助地方产业创新 九 鼓励企业运用巨量资料 政府开放资料 以研发创新商业应用或服务模式 十 其他促进产业创新或研究发展之事项 前项补助 奖励或辅导之对象 资格条件 审核基准 申请程序 核定机关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 由各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定职 第九 杠一条 未速进国营事业总是创新或研究发展 国营事业编列研究发展预算 应达其总支出预算至一定比例 其连续两年未达一定比例者 由中央主管机关 会商该国营事业主管机关 建立检讨及调试机制 前项研究发展预算占总支出 预算至一定比例 由中央主管机关一 国营事业之特性 规模 会商各国营事业主管机关定职 国营事业委进行创新或研究发展之合作 或委托研究 而办理公告金额以上之采购者 除我国递节之条约或协定并有规定者外 得采限制性招标 不受政府采购法第十九条 及第二十二条第一项之限制 国营事业一前向规定合作 委托办理创新或研究发展 所获得之研究发展成果 得全部或一部 归属于执行创新或研究发展之单位所有或授权使用 不受国有财产法之限制 国营事业办理创新或研究发展所获得 或一前向规定 归属于公立学校 公立机关 够或公营事业之研究发展成果 及其收入 其保管 使用 收益及处分不受国有财产法 第十一条 第十三条 第十四条 第二十条 第二十五条 第二十八条 第二十九条 第三十三条 第三十五条 第三十六条 第五十六条 第五十六条 第五十七条 第五十八条 第六十条 及第六十四条 规定之限制 其二项研究发展成果与其收入之归属及运用 应依公平及效益原则 参着资本与劳务之比例及贡献 创新或研究发展成果之性质 运用潜力 社会公益 国家安全及对市场之影响 就其目的 要件 期限 范围 全部或一部之比例 登记 管理 收益分配 回避及其相关资讯之揭露等 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 会上各国营事业主管机关定职 国营事业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不是用钱 六项规定 一 非公司组织 二 公司成立 细为保障存款人权益 维护信用秩序 促进金融业务健全发展 第十条 为促进产业创新 最近三年内无违反环境保护 劳工或食品安全卫生相关法律 且情节重大情势之公司 或有限合伙事业 投资于研究发展之支出 得选择以下列方式之一 抵减应纳盈利事业所得税额 一经则定不得变更 并以不超过其当年度 应纳盈利事业所得税额 30%为限 一 于支出金额15%限度内 抵减当年度应纳盈利事业所得税额 二 于支出金额10%限度内 自当年度起三年内 抵减各年度应纳盈利事业所得税额 前项投资抵减之 适用范围 申请期限 申请程序 核定机关 施行期限 抵减率 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 机关会同财政部定制 第十杠一条 未优化产业节 构达成智慧升级转型 并鼓励多元创新应用 最近三年内无违反环境保护 劳工或食品安全卫生相关法律 且情节重大情势之公司 或有限合伙事业 自中华民国108年1月1日起 至113年时2月31日止 投资于自行使用之全新智慧机械 投资于导入第五代行动通讯系统 或自111年1月1日起 至113年时2月31日止 投资于自通安全产品 或服务之相关全新硬体 软体 技术或技术服务 其支出金额 在同一课税年度内核 既达新台币100万元以上 10亿元以下之范围 被选择以下列方式之一 抵减应纳盈利事业所得税额 一经则定不得变更 其各年度投资抵减金额 以不超过当年度应纳盈利事业所得税额 30%为限 一 于支出金额5%限度内 抵减当年度应纳盈利事业所得税额 二 于支出金额3%限度内 自当年度起3年内 抵减各年度应纳盈利事业所得税额 公司或有限合伙事业于同一年度 合并是用前项投资抵减及其他投资抵减时 其当年度合计的抵减总额 以不超过当年度应纳盈利事业所得税额 50%未限 但依其他法律规定 当年度为最后抵减年度 且抵减金额不受限制者 不在此限 第一项所称智慧机械 只运用巨量资料 人工智慧 物联网 机器人 精实管理 数位化管理 虚实整合 基层制造 或感测器之智慧技术元素 并具有生产资讯可视化 故障预测 精度补偿 自动参数设定 自动控制 自动排程 应用服务软体 弹性生产 或混线生产之智慧化功能者 第一项所称第五代型动通讯系统 只运用符合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 第15版以上规范之中 高频通讯 大量天线阵列 网络接片 网络虚拟化 软体定义网络 边缘运算等第五代型动通讯相关技术元素 设备 含测试所需 或垂直应用系统 以提升生产效能 或提供智慧服务者 第一项所称资通 安全产品或服务 只为防止自动系统或资讯遭受未经授权之存取 使用 控制 泄漏 破坏 篡改 销毁 或其他其害 确保其机密性 完整性 及可用性 运用于终端 与行动装置防护 网络安全维护 或资料云端 安全维护有关之硬体 软体 技术 或技术部 公司或有限合伙事业 申请式 用第一项投资抵减 硬提出具 一定效益之投资计划 经各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专案核准 且于同一课税年度 已申请一次未限 前六项智慧机械 第五代型动通讯系统 或资通安全产品 或服务投资抵减之 适用范围 据一定效益之投资计划 申请期限 申请程序 核定机关 抵减率 当年度合计得低减总额 知计算及 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 机关会同财政部定制 第十个二条 未强化产业国际竞争优势 并巩固我国产业全球供应链之地位 于我国境内 进行技术创新 且居国际供应链关键地位之公司 符合下列各款条件者 得就当年度投资于 前瞻创新研究发展 支出金额25% 抵减当年度应纳盈利事业所得税额 并以不超过其当年度 应纳盈利事业所得税额 30% 为限 一 在同一课税年度内之研究发展费用 及研究发展费用 占营业收入进额比率达一定规模 二 当年度有效税率未低于一定比率 三 最近三年内务违反环境保护 劳工或食品安全卫生相关法律 且情节重大情势 符合前项所定要件之公司 其当年度购置自行使用于 先进制程之全新机器或设备达一定规模者 得于支出金额5% 抵减当年度应纳盈利事业所得税额 并以不超过其当年度应纳盈利事业所得税额 不得适用前条及其他法律规定 机器或设备投资之所得税额 不得适用前条及其他法律规定 公司于同一年度申请核准 适用第一项及第二项规定之投资抵减 或于本条例或其他法律规定之投资抵减和并适用时 其当年度合计得抵减总额 以不超过当年度应纳盈利事业所得税额 50%未限 但依其他法律规定 当年度为最后抵减年度 且抵减金额不受限制者不在此限 第一项第二款所称有效税率 指公司当年度依所得税法第71条 第一项规定计算之应纳税额 减除依境外所得来源 国税法规定缴纳之所得税可扣抵之税额 大陆地区来源所得 在大陆地区及第三地区 以缴纳之所得税可扣抵之税额 依本条例及其他法律规定之 投资抵减税额后置余额 占其全年所得额之比率 锁定一定比率 112年度为12% 自113年度起为15% 但113年度至一定比率 被由中央主管 机关会同财政部 审卓国际间施行经济合作 即发展组织全球企业 最低税复制情形调整为12% 报请行政院核定后 由中央主管 机关会同财政部公告之 前五项投资抵减支 适用范围 资格条件 一定规模 申请期限 申请程序 核定机关 当年度合计的抵减总额 之计算计 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 机关会同财政部定之 第十一条 删除 第四章 无形资产流通及运用 第十二条 未速进创新或研究发展成果之流通及运用 各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及所蜀国营事业补助 委托 出资 进行创新或研究发展时 应要求执行单位规划创新 或研究发展成果营运策略 落实智慧财产布局分析 确保智慧财产品质语 完备该成果之保护 及评估流通运用作法 前项智慧财产与流通运用时 应由依法具有无形资产评价资格 或依第十三条登陆之机构 或人员进行评价并登陆评价资料 于中央主管机关 指定之资讯服务系统 第一项创新或研究发展之适用范围 推动管理措施 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制 第十二杠一条 未速进创新研发成果之流通及应用 我国个人 公司或有限合伙事业 在其让与或授权自行研发所有之智慧 财产权取得之收益范围内 得就当年度研究发展支出金额 百分之二百限度内 自当年度应课税所得额终减除 但公司或有限合伙事 业得救本项及第十条研究发展支出 投资抵减则仪适用 我国个人 公司或有限合伙事业 以其自行研发所有之智慧财产权 让与或授权公司自行使用 所取得之心发行股票 得选择年与计入取得股票 当年度应课税所得额课税 一经则定不得变更 但选择年与计入取得股票 当年度课税者 于实际转让或账簿 划拨至开设之有价证券保管划拨账户时 应将全部转让价格 赠予或作为遗产分配时之时价 或拨转日之时价 作为该转让或拨转年度之收益 并于扣除取得前开股票之相关 而尚未认列之费用或成本后 申报克制所得税 我国个人依前项规定 选择免与计入取得股票当年度课税 自取得股票日期 持有股票 且提供该股票发行公司 前项智慧财产权之应用相关服务 为继达二年者 于实际转让或账簿 划拨至开设之有价证券保管划拨账户时 其全部转让价格 赠予或作为遗产分配时之时价 或拨转日之时价 高于取得股票之价格者 以取得股票之价格 作为该转让或拨转年度之收益 依所得税法规定 计算所得并申报克制所得税 但我国个人为申报克制所得税 或以申报克制所得税 未能提出取得股票之价格 确实证明文件 且税捐机制机关无法查得者 不适用之 其二项所称转让 值买卖赠予 作为遗产分配 公司减资消除股份 公司清算 或因其他原因 致股份所有权变更者 个人依第一项 第二项 或第三项规定计算之所得 未申报 或未能提出证明文件者 其成本及必要费用 按其收益 转让价格 赠予或作为遗产分配 时之时价 或拨转日之时价之 30%计算减除之 股票发行公司 于办理座驾 入股当年度 应依规定格式及文件资料 送请各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认定 使得适用第二项之奖励 其认定结果 并复制公司所在地之税捐 激征机关 我国个人 你是用第三项规定者 股票发行公司 应于依前项规定申请认定时 依规定格式 减付该个人提供智慧财产权 应用相关服务之说明资料 并送请各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认定 公司于该个人持有股票 且提供智慧财产权 应用相关服务界满两年之年度 应捡送证明文件 送请各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被查 并复制公司所在地之税捐 激征机关 第一项研究发展之初 自应课税所得额中 减除之适用范围 申请期限 申请程序 核定机关 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 机关会同财政部定制 第一项及第二项 所定自行研发所有之智慧 财产权范围 第六项及第七项之规定格式 申请期限与程序及所需文件资料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制 第二项及第三项 智慧财产权 作家入股缓课于所得税申报之程序 应提示文件资料 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 由财政部定制 第十二个二条 我国学术或研究机构 以其自行研发 且依科学技术基本法第六条第一项 归属其所有知智会财产权 让与或授权公司自行使用 所取得该公司股票 并一同把第六条第三项 所定办法分配于该智慧 财产权之我国创作人者 该我国创作人取得之股票 被选择免宇记录 取得股票当年度硬课税所得额课税 一经则定不得变更 但选择免宇记录取得股票当年度课税者 于实际转让或账簿 划拨至开设之有价证券保管划拨账户时 应将全部转让价格赠予或作为遗产分配 时之时价或拨转日之时价 作为该转让或拨转年度之薪资所得 依所得税法规定计算并申报克制所得税 我国创作人依前向规定选择免宇记录 取得股票当年度课税 自取得股票日期 持有股票 且与我国境内之产业 学术或研究机构服务并从事研发 被寄达二年者 于实际转让或账簿 划拨至开设之有价证券保管划拨账户时 其全部转让价格赠予或作为遗产分配时之时价 或拨转日之时价 高于取得股票之时价者 以取得股票之时价 作为该转让或拨转年度之收益 依所得税法规定计算所得并申报克制所得税 但我国创作人为申报克制所得税 或以申报克制所得税 未能提出取得股票时价之确实证明文件 且税捐机制机关无法查得者不是用之 其二项所称转让 只买卖赠予 作为遗产分配 公司减资消除股份 公司清算或因其他原因 致股份所有权变更者 我国学术或研究机构依第一项分配股票 与我国创作人者 应依规定格式及文件资料 送请依科学技术基本法 第六条第三项 所定办法之各主管机关认定 使得适用第一项之奖励 其认定结果 并复制公司及公司所在地之税捐 基增机关 第一项所定自行研发 且依科学技术基本法 第六条第一项 归属其所有之智慧 财产权范围 一同把第六条第三项 所定办法 分配于我国创作人之股票认定 第二项 于我国境内之产业 学术或研究机构 不务并从事研发之认定 前项规定格式 申请程序 所需文件资料 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 由科技部定之 第一项及第二项 我国创作人取得股票缓客 所得税之申保程序 应提示文件资料 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 由财政部定之 第十三条 为协助呈现产业创新之 无形资产价值 中央主管机关 应邀及相关机关办理 下列事项 一 定定及落实评价基准 二 建立及管理评价资料库 三 培训评价人员 建立评价人 原宇机构之登陆 及管理机制 四 推动无形资产投融资 证券化交易 保险 完工保证 及其他事项 各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得对依法具有 无形资产评价资格 或以登陆之评价机构 或人员 得于执行评价案之补助 接受补助之评价机构 或人员 应将受补助 执行评价案之评价资料 登陆于中央主管机关 指定职资讯服务系统 第一项第一款 评价基准之定定于适用 第二款资料库之建制 与管理之推动措施 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 会商金融主管机关 及其他相关机关定之 第一项第三款 评价人员与机构 办理登陆之范围 条件 申请方式 审查事项 配合义务 管理措施 撤销或废止登陆 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 会商相关机关定制 第一项 第四款推动事项 由中央主管机关 会商金融主管机关 及其他相关机关办理 第十四条 为速尽其业运用 智慧财产创造 营运效益 各中央目的事业主管 机关德辅导企业 建立智慧财产保护 及管理制度 第十五条 为提升智慧财产 流通运用效率 各中央目的事业主管 机关德建立服务机制 提供下列服务 一 建立资讯服务系统 提供智慧财产 滞留通资讯 二 提供智慧财产 加值及组合之资讯 三 办理智慧财产 推广及行销相关活动 四 协助智慧财产 服务业之发展 五 产业运用智慧财产 之融资辅导 六 其他智慧财产之应用 第十六条 为鼓励产业发展品牌 对于企业已推广国际品牌 提升国际形象卫幕的 而参与国际会展 拓销或从事品牌发展事项 各中央目的事业主管 机关德予以奖励 补助或辅导 前项奖励 补助或辅导之对象 资格条件 审核基准 申请程序 核定机关 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 由各中央目的事业主管 机关定制 第五章 产业人才资源发展 第十七条 未想化产业发展所需人才 行政院应指定专责机关 建立产业人才资源发展之协调 整合机制 推动下列事项 一 协调各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办理重点产业人才 供需调查及推估 二 整合产业人才供需资讯 定定产业人才资源发展策略 三 协调产业人才资源发展之推动事宜 四 推动产业 学术研究及职业训练机构合作之规划 第十八条 除法律另有规定外 各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得以产业发展需要 办理下列事项 一 定定产业人才职能基准 二 推动产业人才能力 鉴定相关业务 三 促进前两款事项支企业采纳 民间参与及国际相互承认 前项第二款 及第三款产业人才能力 鉴定业务之运作机制 品质规范 能力鉴定证明之合发 换发 补发 撤销与费值 民间能力 鉴定之采认与费值 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 由各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定制 第十九条 为后执产业人才培训资源 各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的 辅导产业人才培训机构 或团体之发展 及国际产业人才培训机构之引进 第十九章一条 公司员工取得奖筹员工股份基础给付 于取得股票当年度 或可处分日年度 按时价计算全年合计新台币 五百万元总额内支股票 得选择 年宇计入当年度硬刻税所得额刻税 一经则定不得变更 但选择年宇计入取得股票 或可处分日当年度刻税者 该股票于实际转让 或账簿划拨至开设之 有价证券保管划拨账户时 应将全部转让价格 赠予或作为遗产分配时之时价 或拨转日之时价 作为该转让或拨转年度之收益 依所得税法规定 计算所得并申报克制所得税 公司员工依前向规定 选择年宇计入取得股票 或可处分日当年度刻税 自取得股票日起 持有股票 且继续于该公司服务 为继达二年者 于实际转让 或账簿 划拨至开设之 有价证券保管划拨账户时 其全部转让价格 赠予或作为遗产分配时之时价 或拨转日之时价 高于取得股票 或可处分日之时价者 以取得股票 或可处分日之时价 作为该转让 或拨转年度之收益 依所得税法规定 计算所得并申报克制所得税 但公司员工未申报克制所得税 或已申报克制所得税 未能提出取得股票 或可处分日时价之确实 证明文件 且税圈机制机关无法查得 可处分日之时价者 不是用之 前项所称员工继续于该公司 服务类计达两年之期间 得将员工继续于下类公司 服务之期兼合并计算 一 发行奖筹员工 股份基础给付公司持有 他公司有表决权之股份或出资额 超过该他公司 已发行有表决权之股份总数 或资本总额50% 该他公司 二 他公司持有发行奖筹员工 股份基础给付公司 有表决权之股份或出资额 超过该公司 有表决权之股份总数 或资本总额50% 该他公司 前三项所称公司员工 应符合下列各款之一 但不包括发行奖筹员工 股份基础 给付公司之懂事及监察人 一 发行奖筹员工 股份基础给付公司之员工 二 一公司法或证券交易法规定 发行奖筹员工 股份基础给付公司持有 他公司有表决权之股份或出资额 超过该他公司 已发行有表决权之股份总数 或资本总额50% 该他公司之员工 三 一公司法或证券交易法规定 他公司持有发行奖筹员工 股份基础给付公司 有表决权之股份或出资额 超过该公司 有表决权之股份总数 或资本总额50% 该他公司之员工 第一项所称奖筹员工股份基础给付 只发给员工筹劳之股票 员工现金增资认股 买回库葬股 发放员工 员工认股权凭证 及限制员工权利兴股 第一项及第二项所称转让 指买卖赠予 作为遗产分配 公司减资消除股份 公司清算 或因其他原因 致股份所有权变更者 发行讲述员工 股份基础给付公司 应于员工取得股票年度 或股票可处分日年度 依规定格式 填据员工 则定缓课情形 及其他相关事项 送请各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被查 并复制公司所在地之税捐 基增机关 实施用第一项至第三项之奖励 其申请格式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职 公司 员工是用第二项 第三项规定者 其发行讲述员工 股份基础给付之公司 应于员工持有股票 且继续服务届满两年之年度 减送员工持有股票 且继续服务 内计达两年之证明文件 送请各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被查 并复制公司所在地之税捐 基增机关 第一项至第三项 讲述员工 股份基础 及付还客于所得税 申报之程序 取得股票及股票 可处分日之时点订定 全年合计新台币500万元之计算 实价之认定 应提示文件资料 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 由财政部定制 第六章 促进产业投资 第二十条 为促进投资 中央主管机关负责下列事项 一建立跨部会协调机制 二投资程序 与相关事项之咨询 及协助 三重要投资计划之推动 及协调事项 四其他促进投资事项之咨询 及协助 第二十一条 公司从事国外投资者 应于实行投资前 向中央主管机关申请核准 但投资新台币15亿元以下金额者 得于实行投资后 报中央主管机关被查 前向国外投资之方式 出资种类 申请期限 申请程序 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制 第二十三条 为吸引资金回国投资 中央主管机关德 提出产业用地 取得协助措施 以奖励回国投资 第二十三档一条 为协助新创事业公司之发展 自中华民国106年1月1日 起至118年10月31日 亦有限合活法规定 新设立 结束第三十二条 规定之下列 创业投资事业 得适用第四项课税规定 一 分年出资之创业 投资事业 符合下列各募规定 且资单事业 设立第二年度期 各年度资资金运用 于我国境内 即投资于实际营运活动 在我国境内之外 国公司基额和基达党年度 实收出资总额 50%并符合政府政策 经申请中央主管机关 逐年核定者 一 设立当年度及第二年度 各年度中的日有限合伙计约 约定出资总额 达新台币三亿元 二 设立第三年度 实收出资总额于 年度中的日达新台币一亿元 三 设立第四年度 实收出资总额于 年度中的日达新台币二亿元 且累计投资于 新创事业公司之金额达 该是业当年度 实收出资总额 百分之三十或新台币三亿元 四 设立第五年度 实收出资总额于 年度中的日达新台币三亿元 且累计投资于 新创事业公司之金额达 该是业当年度 实收出资总额 百分之三十或新台币三亿元 二 于设立当年度 实收出资总额达 新台币三亿元之创业 投资事业 符合下列各目规定 且资该事业 设立第二年度起 各年度资资机遇用于 我国境内 即投资于实际盈域活动 在我国境内之外国公司 金额和计达 决定出资总额 百分之五十并符合 政府政策 经申请中央主管机关 逐年核定者 一 设立第二年度 实收出资总额于 年度中的日达新台币三亿元 二 设立第三年度 决定出资总额于 年度中的日达新台币一亿元 三 设立第四年度 决定出资总额于 年度中的日达新台币二亿元 且累计投资于 新创事业公司之金额达 该事业当 年度决定出资总额 百分之三十 或新台币三亿元 四 设立第五年度 决定出资总额于 年度中的日达新台币三亿元 且累计投资于 新创事业公司之金额达 该事业当 年度决定出资总额 百分之三十 或新台币三亿元 前项第二款 所称决定出资总额 指该款创业投资事业于 申请中央主管机关 逐年核定时所决定 之前一年度出资总额 该出资总额 不得少于该事业于 设立年度起至前一年度 中了日子之 实际累计投资金额 并应于第四项 所定时用其兼借满前达到 募资完成 知识收出资总额 适用第四项规定之事业 四后办理清算者 于清算期间内 得不受第一项规定限制 继续是用第四项规定 符合第一项规定之事业 自设立之会计 年度起十年内 北旧各该年度收入总额 依所得税法 第24条规定计算 盈利事业所得额 分别依有限合伙法第28条第二项 规定支营与分配比例 计算各合伙人 盈利所得额 由合伙人依所得税法规定 直免所得税 但属源自所得税法第四条之一 所定证券交易所得部分 个人或总机构 在我国境外 制盈利事业之合伙人 免纳所得税 合伙人于时计货配事 用本项规定事业 制应于时 不计入所得额课税 试用前项规定之事业 如有特殊情形 等于该项所定时用期 间接满三个月前 专案报经中央主管机关 核准延长试用期间 但延长之期间 不得超过五年 并已延长一次为限 试用第四项规定之事业 于该项所定时用期间内 应依所得税法第71条第一项 第75条第一项 及第二项规定期限内 按财政部规定格式 办理结算 决算及清算申保 无需计算及缴纳 及硬缴纳之税额 不适用同法第39条第一项 但输亏损扣除 第42条第一项转投资收益 不计入所得额课税 本条立即 其他法律有关租税优惠之规定 并免依同法第66条 之九未分配盈余 加之盈利事业所得税 及第102条之二 第一项 报缴未分配盈余 加之税额 适用第四项规定之事也 其当年度 所得之扣缴税款 被依有限合伙法 第28条第二项 规定之应于分配比例 计算各合伙人 之以扣缴税款 该以扣缴税款的 底缴合伙人之应纳 所得税额 适用第四项规定之事 应应于各适用年度 所得税结算申报 或决算 清算申报法定截止日前 将依第四项规定 计算之合伙人 之所得额与前开 以扣缴税款 按财政部规定格式 填罚于各合伙人 并以该事业年度决算日 应办理当期决算 申报事由之日 或清算完节日 作为合伙人 所得归属年度 有第四项所得之合伙人 为非我国境内居住之个人 或总机构 在我国境外之盈利事业者 应以适用该项规定之事业负责人 为所得税扣缴义务人 于该事业当年度 所得税结算申报 或决算 清算申报法定截止日前 依规定之扣缴率 扣取税款 并于该截止日之次日 起十日内 向国库缴经 及开具扣缴单 向该管税捐 基增机关申报核验后 填发于合伙人 该合伙人 有前项已扣缴税款者 得自其硬扣缴税款中减除 以适用第四项课税规定之事业 应于设立之次年2月底前责定 并责定是 用第一项第一款或第二款规定 一经责定 不得变更 适用期监经中央主管机关核定 不符合第一项规定者 自不符合规定之年度起 不得再适用第四项规定 并应依所得税法 及所得基本税额条例 规定办理 第一项所称新创事业公司 执依公司法设立之公司 或实际盈域活动 在我国境内之外股公司 潜于是用第四项规定之事业 取得该公司新发行股份时 设立未满五年者 第一项及前项所称 实际盈域活动 在我国境内之外股公司 执依外国法律设立之公司 在我国境内设立子公司或分公司 且经中央主管机关认定 符合下列各款规定者 一 做成重大经营管理 财务管理及人事管理决策者 为我国境内居住之个人或总机构 在我国境内之盈利事业 或做成该等决策之处 所在我国境内 二 财务报表 会计账簿记录 董事会议事录 或股东会议事录之制作 或储存处所在 我国境内 三 在我国境内 有实际执行主要经营活动 第一项时 收出资总额与决定 出资总额之计算 资金运用于我国境内 即投资于实际盈域活动 在我国境内之外 股公司金额及比率之计算 符合政府政策之范围 投资于新创事业公司 类基金额占有限合伙式 夜时收出资总额 决定出资总额比率之计算 与申请及核定程序 第五项之特殊情形 及延长适用期间之申请程序 前项实际盈域活动 在我国境内之外 国公司之认定 与相关证明文件 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 机关会同财政部定之 适用第四项规定 事业之所得计算 与申报程序 第八项扣缴程序 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 由财政部定之 第八项之扣缴率 由财政部拟定 报请行政院核定 第23-2条 个人以现金投资于 成立未满两年 经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核定之国内高风险 新创事业公司 且对同一公司 当年度投资金额 达新台币100万元 并取得该公司之 新发行股份 持有期兼达二年者 北旧投资金额 50%限度内 自持有期兼借满两年 之当年度个人 综合所得总额中减除 该个人适用本项规定 每年得减除之金额 合计以新台币300万元 为限 前项个人之资格条件 高风险新创事业公司 只适用范围与资格条件 申请期限 申请程序 持有期间计算 核定机关 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 机关会同财政部定职 第23-3条 为促进盈利事业 以盈余进行实质投资 提升生产技术 产品或劳务品质 自办理107年度 为分配盈余 加持盈利事业 所得税申报企 公司或有限合伙事业 因经营本业 或附属业务所需 于当年度盈余发生年度 之次年起三年内 以该盈余信件或购置 供自行生产 或营业用之建筑物 软硬体设备 或技术达一定金额 该投资金额 于依所得税法 第66条之9规定计 算当年度 未分配盈余时 得列未检除项目 适用前项规定之公司 或有限合伙事业 于依所得税法 第102条之2规定 办理未分配盈余申报时 应依规定格式填报 并检付投资证明文件 送所在地之税圈 机征机关 适用第一项规定之公司 或有限合伙事业余申报 小大当年度未分配盈余 加指盈利事业 所得税后始完成投资者 应于完成投资之日起一年内 依规定格式 并检付投资证明文件 向所在地之税捐机 机征机关申请依 第一项规定 重行计算该年度 未分配盈余 退还一缴税款 第一项规定之一定金额 前二项规定格式 投资证明文件 前向退还一缴税款之申请程序 应提示文件资料 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 由财政部定制 第24条 删除 第25条 为鼓励公司运用全球资源 进行国际营运布局 得在中华民国境内 申请设立达一定规模 且具重大经济 效益之营运总部 前项所定达一定规模 且具重大经济 效益之营运总部 其规模 适用范围 申请认定程序 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制 第7章 产业永续发展环境 第26条 为鼓励产业永续发展 各中央目的事业主管 机关得补助或辅导企业 推动下列事项 1.协助企业 因应国计划保级安全卫生规范 2.推动温室气体减量 与污染防治技术之发展 及应用 3.鼓励企业提升能资源使用效率 应用能资源再生 省能节水及相关技术 4.产制无毒害 少污染及相关降低环境负荷之产品 前项补助或辅导之对象 资格条件 审核基准 申请程序 核定机关 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 由各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定制 第27条 各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应鼓励政府机关购及企业采购软体 创新及绿色产品或服务 为增进供需兼知采购效能 中央主管机关得提供办理前项采购之机关 购相关协助及服务 前项采购以共同供应契约办理者 其共同需求得由中央主管机关会商 各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以政策需求定制 第一项软体 创新及绿色产品或服务之采购 需进行检测 审核 认证及验证者 其规费得予以减征 免征或停职 政府机关购得于招标文件中 规定由先采购经认定 符合第一项规定之创新 及绿色产品或服务 但不得违反我国地协之条约 或协定之规定 第一项软体 创新及绿色产品或服务之规格 类别 认定程序 第三项检测 审核基准 认证与验证 第四项优先采购方式 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 由各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定制 第28条 为促进企业 善计社会责任 各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应付导企业主动揭露制程 产品 服务及其他永续发展相关环境资讯 企业表现优异者 得予以表扬或奖励 第八章 资金协助 第29条 为加速产业创新加值 促进经济转型 及国家发展 行政院应设置国家发展基金 第30条 国家发展基金之用途如下 一 配合国家产业发展策略 投资于产业创新 高科技发展 能资源再生 绿能产业 技术引进 及其他增加产业效益 或改善产业结构 有关之重要事业或计划 二 配合国家产业发展策略 融带资金与产业永续发展 防治污染 节约能源 降低温室效应 及其他增加产业效益 或改善产业结构 有关之辅导计划 三 协助各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办理有关计划支头融资 或技术合作支出 四 协助各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为经济发展 农业科技发展 社会发展 文化创意发展 引进技术 加强研究发展 发展自由品牌 培训人才 改善产业结构 及相关事项 所推动计划支支出 五 其他经行政院专案核准者 第三十一条 国家发展基金之来源 除国库拨款外 其作业剩余得许预算程序 拨充基金 以供需还运用 国家发展基金之管理 及运用办法 由行政院定制 第三十二条 中央主管机关 应辅导及协助创业投资事业 以促进国内新兴式 业创业发展 前向创业投资事业之范围 辅导协助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制 第九章 产业园区之设置管理 第三十三条 中央主管机关 直辖市 县市 主管机关 公民营事业 或兴办产业人的 一产业园区设置方针 勘选面击达 一定规模之土地 以据可行性规划报告 并一都市计划法 或区域计划法 环境影响评估法 及其他相关法规提取书件 经各该法规主管机关核准后 由中央主管机关 核定产业园区之设置 中央主管机关依前项规定 核定产业园区之设置后 应交由直辖市 县市 主管机关于 三十日内公告 借其未公告者 得由中央主管机关 代位公告 直辖市 县市 主管机关 公民营事业 或兴办产业人 依第一项规定 所堪选达 一定规模之土地 其面积在一定范围内 且位于单一之辖市 县市 行政区者 其依相关法规所提书件 由直辖市 县市 主管机关报 各该法规 主管机关核准后 由直辖市 县市 主管机关 核定产业园区之设置 并于核定后 三十日内公告 中央主管机关 直辖市 县市 主管机关 公民营事业 或兴办产业人 于一第一项提具可行性规划报告前 应举航工厅会 听取土地所有权人 及厉害关系人之意见 各该主管机关 公民营事业 或兴办产业人 硬做成完整记录 供相关主管机关 审查之参考 但公民营事业 或兴办产业人 所勘选之土地 均为自由者 不在此线 第一项 产业园区设置方针 设置产业园区 之土地面积规模 即第三项 由直辖市 县市 主管机关 核定产业园区之设置面积 由中央主管机关 会商内政部定制 第三十四条 公民营事业 或兴办产业人 申请设置之产业园区 以土地使用分区便更前 应按产业园区 核定设置 当期公告土地限制 以核定设置土地总面积 5%计算回馈金 缴交于直辖市 县市 主管机关设置之产业园区 开发管理基金 不受区域计划法 第十五条之三 规定之限制 直辖市 县市 主管机关应提拨 前项收取金额之一定比率 用于产业园区周边 相关公共设施之兴建 维护或改善 及受影响区域环境保护之改善 前项提拨金额比率 由中央主管 机关会同内政部定制 第三十五条 公民营市业 或新办产业人 申请设置之产业园区 应自核定设置公告之 次日起三年内 取得建筑执照 借其未取得者 原设置之核定施其效力 产业园区支社致施其效力后 应由直辖市 县市 主管机关 通知土地登记机关 回复原分区及边定 并含送中央主管 机关被查 第三十六条 为促进产业转型 及升级 以维持在地产业 中小企业之生存 并保障在地之就业 及环境之保育 中央主管 机关的会商内政部 规划乡村型小型园区 或在地形小型园区 并给予必要之协助 辅导或补助 前项协助 辅导或补助之对象 资格条件 审核基准 申请程序 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三十七条 中央主管机关 或直辖市 县 市 主管机关 得委托公民营事业 办理产业园区之申请设置 规划 开发 租售或管理业务 前项委托业务 其资金由受托之 公民营事业筹措者 得以公开甄选方式为之 其办理不是用政府采购法 或促进民间参与 公共建设法制规定 第一项公民营事业之资格 委托条件 委托业务之范 为与前项公开甄选之条件 程序 开发契约七成 借期之处理 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三十八条 柴叶园区内土地 属住地填海造地者 于造地施工前 应依下列规定办理 一 属中央主管机关开发者 应将审查完 郡之造地施工管理计划 送内政部被查 二 属之辖市 县 市 主管机关 公民营事业 或兴办产业人开发者 应提具造地施工管理计划 及缴交审查费后 报中央主管 机关审查核定 并缴交开发保证金 及与中央主管机关 签订开发契约后 使得施工 前项造地施工管理计划 之书件内容 申请程序 开发保证金 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制 第39条 产业园区的规划下列用地 一 产业用地 二 社区用地 三 公共设施用地 四 其他经中央主管机关 核定制用地 产业用地所占面积 不得低于全区土地总面积 60% 社区用地所占面积 不得超过全区土地总面积 10% 公共设施用地所占面积 不得低于全区土地总面积 20% 第一项各种用地之用途 使用规范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会商 各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定制 第40条 删除 第41条 中央主管机关或直辖市 县 市 主管机关 为开发产业园区 于该产业园区核定设置公告后 进行开发前 由当地直辖市 县 市 主管机关公告 停止土地及建筑物所有权之移转 并停止受理建筑之申请 其公告停止之期限 不得于两年 已领有建筑执照者 应经中央主管机关或直辖市 县 市 主管机关之同意后 使得建筑 前项 锁定公告 停止土地及建筑物所有权之移转 不包括因继承 强制执行 公用征收 或法院判决所为之移转 第42条 中央主管机关或直辖市 县 市 主管机关 为开发产业园区 需用私有土地时 得止收之 中央主管机关或直辖市 县 市 主管机关 未开发产业园区 需用公有土地时 由各该出售工地机关 进行办理让售 不受土地法第25条 及地方政府 公产管理法令规定之限制 前项 公有土地让售价格 按产业园区指售私有土地 同一地价区段 愿使用性质相同土地 之补偿地价计算 但产业园区内土地均未公有时 其让售价格 按一般公有财产处分 计价标准计算 第43条 公民营事业或兴办产业人 未开发产业园区 需用私有土地时 应自行取得 但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得申请直辖市 县 市 主管机关办理征收 一 因私有土地所有权人死亡 其继承人于继承开始之日 其两年内 未申请办理继承登记 二 因继次工业管理人死亡 致无法承购 依前项规定征收之土地 应由办理征收之直辖市 县 市 主管机关进行出售 与前项之公民营事业或兴办产业人 不受土地法第25条 及地方政府公产管理法令规定之限制 其出售价格 由直辖市 县 市 主管机关审定 公民营事业或兴办产业人 未开发展议员区 需用公有土地时 应由出售工地机关办理让售 其公有土地面积 不超过设置总面积十分之一 或总面积部超过五公顷者 不受土地法第25条 及地方政府公产管理法令规定之限制 其让售价格 应按一般公有财产处分 计较标准计算 第44条 中央主管机关或直辖市 县 市 主管机关开发产业员区时 区内仍维持原有产业使用之土地 其所有权人应按 所有土地面积比率 负担产业员区开发建设费用 产业员区开发建设费用 由开发产业员区之 各该主管机关审定 第45条 中央主管机关 或直辖市 县 市 主管机关开发资产议员区内土地 建筑物及设施 由各该主管机关 依本条例之规定 使用 收益 管理及处分 不受土地法第25条 国有财产法 及地方政府公产管理法令规定之限制 前项以出租方式办理者 其租金及担保金之计算 不受土地法第97条 第99条第1项 及第105条规定之限制 其中止租约或收回 不受民法第440条第2项 第3项 及土地法第100条 第103条规定之限制 以设定地上权方式办理者 不受民法第836条 第1项撤销地上权 需基欠地租达二年总额 规定之限制 第46条 中央主管机关或直辖市 县市主管机关开发之 产业园区内土地建筑物及设施 应分别依下列规定使用 收益或处分 其使用 收益或处分之计价 由开发产业园区之 各该主管机关审定 但资金全部由受托之 公民营事业筹措者 依委托开发契约 规定办理 一 产业用地及其地上之建筑物 由开发产业园区之 各该主管机关办理租售 设定地上权 或依其他经中央主管机关 核定之方式处理 二 社区用地 由开发产业园区之 各该主管机关 依序依下列方式处理 一 配售于被架构 或征收之土地 或房屋所有权人 二 出售与园区内 企业兴建员工住宅 及受工员工兴建 住宅使用 三 出售工兴建 住宅使用 三 公共设施用地 公共建筑物及设施 由开发产业园区之 各该主管机关 办理租售 设定负担 收益 或无偿 提供使用 前项第二款 第一幕房屋所有权人 以依第41条第一项公告 停止所有权移转之日前 以半具户籍登记者为限 办理第一项土地 建筑物与设施使用 收益或处分之程序 条件 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职 中央主管机关 或直辖市 县市主管机关 开发资产议员区内土地 为配合国家经济发展政策 得按区位 承购对象 出售价格 及相关条件 报行政院专案核准出售 并得由承购土地者 依可行性规划报告完成 兴建相关公共设施 第46-1条 由中央主管机关 或直辖市 县市主管机关 开发设置之产业园区 土地所有权人 无正当理由 以持续闲置土地相当期间 除于主管机关 并有契约约定 或一项官规定处理者外 如符合中央主管机关 所定闲置土地认定基准 各该主管机关 得公告及通知土地 所有权人 及利害关系人 于两年期限内 依法完成建筑使用 各该主管机关 并得随时辅导土地 所有权人 及利害关系人 于期限内 依法完成建筑使用 各该主管机关 依前向规定 限期完成建筑使用时 应嘱托土地登记机关 办理筑记登记 二年期间 不因土地所有权 移转而中断 效力仍给予记守人 土地所有权人 以有不可规则之 事由制持务之期间 应予扣除 如有正当理由者 并得请求延展之 于前二项期限内 依法完成建筑使用者 各该主管机关 应嘱托土地登记机关 办理图销筑记登记 届期未完成建筑使用者 各该主管机关 得处以土地所有权人 该闲置土地 当期公告限制总额 10%以下之罚还 并得通知土地所有权人 于一个月内 提出改善计划 各该主管机关于 接获改善计划后 得通知土地所有权人 进行协商 土地所有权人 应于接获 进行协商之通知日起 一个月内完成协商 土地所有权人 为遵期提出改善计划 或借期 未与各该主管机关 完成协商者 各该主管机关 基于促进产业园区用地 和于立法幕的 使用及发展国家经济 防止土地囤积之公共利益 得做成书面处 分并载明该闲置土地 依查孤式价审定之 合理价格后 予以公开强制拍卖 前项强制拍卖 各该主管机关 嘱托法务部行政执行署 所属各分署办理之 其程序除本条 另有规定外 准用行政执行法制规定 前二项强制拍卖之 闲置土地 如投标无效 硬买人所出之最高价 未达查孤式价审定之 合理价格 或不符合其他拍卖条件者 不得拍定 前项情形 各该主管机关 得以统一或另定合理价格 依前三项规定 嘱托重行拍卖 经拍定之土地 不是用土地法 或其他法令 关于优先承买之规定 并应由法务部行政执行署 所属各分署 通知土地登记机关 图销助记登记 他向权立登记与限制登记 即除去租赁后 点交与拍定人 各该主管机关 任务继续拍卖之必要时 得向法务部行政执行署 所属各分署撤回嘱托 并嘱托土地登记机关 图销助记登记 前期向闲置土地 与完成建筑使用认定基准 公告及通知事项 不可规则事由扣除期间 与请求延展期间之事由 嘱托登记之事项 查估式架审定之方法 程序急应遵行事项 强制拍卖应买人之资格 急应遵守取得土地之使用条件 等相关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47条 中央主管机关或直辖市 县市主管机关开发之产业园区 其资金全部由受托之公民营事业 筹措者 于委托开发契约期间 其开发成本由各该主管机关认定 出售土地或建筑物所得超过成本者 受托之公民营事业影 将该差额至一定比率 缴交至各该主管机关所设置之产业园区 开发管理基金 但差额至一定比率不得低于50% 前项开发契约七成届满时 区内未出租售之土地或建筑物 开发产业园区之各该主管机关 得依下列方式之一办理 一 按合理价格支付与受托之公民营事业 但合理价格不得超过未出租售土地 或建筑物所分担之实际投入开发成本 二 通知所在地之直辖市 县 市 政府嘱托登记机关 办理移转登记与受托之公民营事业 受托公民营事业 仍应依产业园区规划之用途 使用及处本 第二 向开发成本之认定方式 差额之一定比率 及合理价格之计算方式 由各该主管机关 与委托开发契约中定名 第48条 中央主管机关或直辖市 县 市 主管机关开发之产业园区 除配售之社区用地外 其土地或建筑物出售时 承购人议案承购价额1% 缴交开发管理基金 与开发产业园区之各该主管机关 设置之产业园区 开发管理基金 一线条第二项第二款规定 办理主托移转登记前 受托之公民营事议案 合理价格1% 缴交产业园区开发管理基金 第49条 未因应产业园区发展之需要 即健全产业园区之管理 中央主管机关或直辖市 县 市 主管机关的设置 产业园区开发管理基金 产业园区开发管理基金之设置 应以句字长性为原则 产业园区开发管理基金之来源如下 1. 依本条例收取支回亏金 2. 融贷资金之利息 3. 依前条规定缴交之款项 4. 产业园区为户费 使用费 管理费 服务费 集权利金 5. 产业园区开发完成后 直接余款 6. 由政府需预算程序之拨款 7. 基金资息 8. 投资产业园区相关事业之受益 9. 一第47条第一项规定 收取之超过成本收入 10. 其他有关之收入 产业园区开发管理基金之用途如下 1. 供产业园区开发之融贷资金 2. 产业园区内土地或建筑物 长期未能租售 至租售价格超过附近 使用性质相同之土地 或建筑物者 其所增加开发成本利息之补贴 3. 产业园区或其周边 相关公共设施之兴建 维护或改善 4. 产业园区管理机构之营运 5. 产业园区或其周边 受影响区域环境保护之改善 6. 产业园区之相关研究 规划或宣导 7. 产业园区相关事业之投资 8. 产业园区内重大公共意外事故之后 需救助补偿之定额支出 9. 其他有关之支出 第50条 产业园区应依下列规定成立管理机构 办理产业园区内公共设施用地 及公共建筑物与设施之管理维护 及相关服务辅导事宜 1. 中央主管机关或直辖市 县市主管机关开发之产业园区 由各该主管机关成立 并得委托其他机关或公民营事业成立 或经营管理 2. 公民营事业开发之产业园区 由各该公民营事业余办理土地租售时 向所在地支辖市 县市主管机关 申请成立法人性制之管理机构 3. 二以上新办产业人 联合申请设置产业园区 应自所在地支辖市 县市主管机关公告设置时 成立管理机构 4. 单一新办产业人 申请设置之产业园区 或该产业园区 全部租售于另一代一新办产业人 单独使用时 等免成立管理机构 中央主管机关或直辖市 县市主管机关 依前项规定成立之管理机构 其组织 人员管理 新给基准 退职储金提存 补序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 由各该主管机关定之 中央主管机关 或直辖市 县市主管机关 依第一项第一款规定 委托成立管理机构之经营 管理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五十一条 中央主管机关 或直辖市 县市主管机关 开发之产业园区 其公共设施用地 及公共建筑物与设施 由该产业园区之管理机构代管 并应依下列规定登记 但本条例定有规定者 不在此县 一 中央主管机关开发之产业园区 其所有全登纪委国有 管理机关 未经济部 但社区内之公共设施 用地 及公共建筑物与设施 其所有全登纪委 所在地之之下是 县市有 管理机关未该直辖市 县市主管机关 二 直辖市 县市 主管机关开发之产业园区 其所有全登记委 所属之辖市 县市 有 管理机关未该直辖市 县市 主管机关 公民营事业开发之产业园区 其公共设施用地 及公共建筑物与设施 之所有权 应无偿 移转登记 与各该管理机构 但公共设施用地 及公共建筑物与设施系工 不特定对象使用 或属设区范围内者 其所有权应登记委 所在地之直辖市 县市 有 并由该直辖市 县市 主管机关管理 前向公民营事业 移转登记 所有权与各该管理机构后 该公共设施用地 或公共建筑物与设施 之租手 设定负担 或为其他处分 非经直辖市 县市 主管机关核准 不生效力 第52条 本条例实行前 开发之工业区 得依第50条规定 成立管理机构 直辖市 县市 主管机关于 本条例实行前 开发之工业区 由中央主管机关管理者 中央主管机关 得移交该工业区 于直辖市 县市 主管机关接管 并办理工业区内之 公共设施 用地 及公共建筑物与设施 支权力变更等级 不受土地法第25条 国有财产法 及地方政府 公产管理法令 规定之限制 前项移交 接管条件 程序 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 机关定制 第53条 依第50条规定 成立之管理机构 得向区内各使用人 收取下列费用 一 一般公共 设施为护费 二 污水处理系统使用费 三 其他特定设施之 使用费或维护费 前项各类费用支费率 由管理机构拟定 产业员区属中央主管 机关开发者 应报中央主管 机关核定 属直辖市 县市 主管机关 公民营市业开发者 应报直辖市 县市 主管机关核定 中央主管机关 及直辖市 县市 主管机关开发 之产业员区内 使用人 借其不缴纳第一项支费用者 每月二日 按支纳数额 加值1%支纳金 加值支支纳金额 以应纳费额之15% 规限 第五十四条 中央主管机关 及直辖市 县市 主管机关 基于政策 或产业发展之必要时 得变更规划 产业园区之用地 但不得违反 第三十九条第二项 至第五项 规定支面积比率 用地用途 及使用规范 中华民国88年12月31日前 核定编定之工业用地 或工业区 不受前项 但书面积比率 规定之限制 土地所有权人 得向中央主管机关 或直辖市 县市 主管机关 申请用地变更规划 中央主管机关 或直辖市 县市 主管机关审查 用地变更规划申请案 应向申请人 收取审查费 前项经中央主管机关 或直辖市 县市 主管机关审查 核准之用地变更规划申请案 申请人 应按便更规划类别 及核准当期 公告土地限制之一定比率 缴交回馈金 第一项 及第三项 用地变更规划之要件 应被书件 申请程序 核准之条件 撤销或废止之室由 前二项审查费 回馈金收取基准 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制 第五十五条 产业园区之全部或一部 因环境变迁 而无存需必要者 原核定设置之中央主管机关 或直辖市 县市 主管机关的废止源核定 并由直辖市 县市 主管机关于废止源 核定后三十日内公告 借其未公告者 得由中央主管机关 代位公告 但废止源核定 涉及土地使用 分区变更者 应于都市计划 或区域计划主管机关 一把核定后 使得公告 前项由直辖市 县市 主管机关废止源 核定者 各该主管机关 应将其相关废止文件 送交中央主管机关被查 第一项依环境变迁 而无存序必要之 认定基准 废止设置程序 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十章 工业专用港 及工业专用码头之设置管理 第五十六条 中央主管机关 基于政策 或衡量产业园区 内心办公业人之经营需要 且精平姑妃临近商港 所能提供服务者 得于其所核定 设置之产业园区内 设置工业专用港 或工业专用码头 前向工业专用港 或工业专用码头之设置 应由中央主管机关 会商交通部后 报行政院核定 工业专用港 或工业专用码头区域之划定 由中央主管机关 会商交通部 内政部及有关机关后 报行政院核定 工业专用港 或工业专用码头之指定 由中央主管机关会 同交通部 报行政院核定后公告 第57条 工业专用港 或工业专用码头 内设施使用之土地 应登纪委国有 管理机关 未经纪部 工业专用港 或工业专用码头之使用对象 由中央主管 机关会同交通部 认定之 工业专用港 或工业专用码头 不得公开产业 远区以外之使用 第58条 工业专用港 或工业专用码头 被由中央主管机关 自行兴建 及经营管理 或经中央主管机关核准 由公民营事业 投资兴建 及经营管理 经中央主管机关核准 由公民营事业 投资兴建 及经营管理工业专用港 或工业专用码头 中央主管机关 并与该公民营事业签订 投资兴建契约 并收取权利金 揭晓至中央主管机关 设置之产业园区 开发管理基金 公民营事业一 第一项规定 投资兴建 之相关设施 及建筑物 得于投资兴建契约中 约定于投资兴建 及经营管理期间内 登记为该公民营事业所有 并由其自行管理维护 前项 投资兴建 及经营管理期间 公民营事业不得已转其投资 兴建之相关设施 及建筑物之所有权 且应于其间建满后 将相关设施 及建筑物 所有权移转于国有 由中央主管机关管理之 工业专用港 或工业专用 码头规划建设之执行 港部经营 港务管理 专用码头之兴建 管理维护 船舶入出港 停泊 停航 港区安全 港区行业管理 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 机关会同交通部定制 第59条 中央主管机关得 核准供业专用港 内码头用地出租 与产业园区内兴办公业人 供其兴建相关设施 及建筑物自用 所兴建之设施 及建筑物的登记 为该兴办公业人所有 并由其自行管理维护 第60条 中央主管机关 基于国家安全或政策需要 得收回工业砖用港 或工业砖用码头内之土地 及相关设施建筑物 中央主管机关依前 向规定收回土地 相关设施或建筑物时 应给于公民营事业 或兴办公业人下列补偿 一 营业损失 二 经许可兴建之相关设施 或建筑物 一 兴建 完成实经中央主管机关 认定之价格 扣除折旧后之 剩余价值 第58条 第一项之公民营事业 因违反投资兴建契约 或前调兴办公业人 违反租约时 至中央主管机关 终止投资 兴建契约或租约 中央主管机关 得收回工业砖用档 或工业砖 用码头内之土地 及相关设施 建筑物 公民营事业 或兴办公业人 所兴建之相关设施 及建筑物 不予补偿 第61条 第58条 第一项之公民营事业 或第59条 之兴办公业人 于兴建 经营管理 或使用工业砖用档 或工业砖用码头期间 如有施工进度 严重落后 工程品质重大为施 经营不善 危害工艺 妨碍工业砖用档 或工业砖用码头 相关设施正常运作 或其他重大情势发生时 中央主管机关 得依下列顺序处理 一 限期改善 二 借期不改善 或改善无效者 得命期于一定期间内 停止全部 或移步之兴建 经营管理或使用 三 借期不改善 或改善无效 其情节重大者 得废止其投资兴建 及经营管理之核准 并强制接管营运 前项强制接管营运之接管人 接管前 公告事项 被接管人应 配合事项 劳工权益 接管营运费用 接管营运之中 指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制 第六十二条 中央主管机关 得向工业砖用港 或工业砖用码头之使用人 收取管理费 工业砖用港 或工业砖用码头之相关设施 及建筑物之所有权人 得向设施或建筑物使用人 收取使用费 工业砖用港 或工业砖用码头之基因管理者 得向工业砖用港 或工业砖用码头之使用人 收取服务费 前三项管理费 使用费及服务费 其收费项目 费率及计算方式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会商交通部定制 第六十三条 因紧急避难 或紧急事故之特殊需要 中央主管机关 或行政主管机关得 无偿调度使用工业砖用港 或工业砖用码头设施 第六十四条 工业砖用港 或工业砖用码头之规划建设 管理经营及安全 除本条例规定者外 准用商港法第五条 第十条 第十六条 至第二十一条 第二十三条 至第二十六条 第二十九条 第三十条 第三项 第三十一条 至第三十三条 第三十七条 至第四十八条 及第五十条规定 中央主管机关 应于会商交通部后 使得将工业砖用港 或工业砖用码头之管理 委托商港 管理机关办理 第十一章 扩厂之辅导 第六十五条 清办工业人 应扩展工业 或设置污染防治设备 需使用批连之 非都市土地时 其扩展计划 即用地面积 应经直辖市 县市 主管机关核定后 发给工业用地证明书 办理使用地变更编定 前项扩展工业 以直辖市 县市 主管机关 认定之低污染事业为限 以第一项规定 扩展工业时 应规划变更土地总面积 10% 作为绿地 并由直辖市 县市 主管机关 办理便更编定位 国土保安用地 新办工业人 未扩展工业 或设置污染防治设备 于使用地变更编定前 应缴交回溃金 其回溃金之计算计缴交 准用第34条 第一项规定 第一项扩展范围内支公有土地 由各该出售工地机关 办理让售或出租 不售土地法第25条 及地方政府公产管理法令规定之限制 其计价方式 按一般公有财产计价标准计算 直辖市 县市 主管机关审查扩展计划 应向申请人收取审查费 第一项扩展计划之申请要件 应备书件 申请程序 申请面积限制 第二项 低污染事业之认定基准 前项审查费收取基准 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制 第66条 申请使用批连非都市土地之新办工业人 应自使用地变更编定完成之次日期两年内 依核定扩展计划完成使用 为完成使用前 不得以一部或全部转售 转租 设定地上权 或以其他方式供他人使用 新办工业人 应故无法于前项所定期限内完成使用 应向直辖市 县市主管机关申请展研 其申请展研完成使用之期限 总计不得超过两年 新办工业人 于其二项所定期限内 为反核定扩展计划使用者 直辖市 县市主管机关应免其限期改善 借期未改善者 直辖市 县市主管机关应费纸员核定 并通知相关机关回复原编定 及废纸员核发建造执照 或杂项执照 新办工业人 位于第一项及第二项所定期限内 依核定扩展计划完成使用者 直辖市 县市主管机关应费纸员核定 并通知相关机关回复原编定 及废纸员核发建造执照 或杂项执照 第十二章 罚则 第六十六杠一条 以窃取 毁坏 或其他非法方法 危害工业专用港 工业 专用码头设施 或设备制功能 正常运作者 处一年以上 七年以下 有机徒刑 得并科新台币 一千万元以下 罚金 意图危害国家安全 或社会安定 而犯前项之罪者 处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 有机徒刑 得并科新台币 五千万元以下罚金 前二项情形制 酿成灾害者 加重其刑制二分之一 因而制人于死者 处无期徒刑 或七年以上 有期徒刑 得并科新台币 一亿元以下罚金 致重伤者 处五年以上 十二年以下 有期徒刑 得并科新台币 八千万元以下罚金 第一项 及第二项之 未遂犯罚制 第66-2条 对闲条第一项设施 或设备之 核心滋通系统 以下列方法之一 危害其功能 正常运作者 处一年以上 七年以下 有期徒刑 得并科新台币 一千万元以下罚金 一 无故输入 其账号密码 破解使用 电脑制保护措施 或利用电脑系统之漏洞 而入侵其电脑 或相关设备 二 无故以电脑程式 或其他电磁方式 干扰其电脑 或相关设备 三 无故取得 删除或变更其电脑 或相关设备 之电磁记录 制作专攻犯 前项之罪之电脑程式 而供自己或他人 犯前项之罪者 一同 意图危害国家安全 或社会安定 而犯前二项之罪者 处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 得并科新台币 五千万元以下罚金 前三项情形制 酿成灾害者 加重其刑制 二分之一 因而制人于死者 处无期徒刑 或七年以上 有期徒刑 得并科新台币 一亿元以下罚金 至重伤者 处五年以上 十二年以下 有期徒刑 得并科新台币 八千万元以下罚金 第一项至第三项之 未遂犯罚之 第67条 刑办工业人 或公民营事业 违反第57条第二项 即第三项规定 而使用者 由中央主管机关处 新台币二百万元以上 一千万元以下罚还 新办工业人 或公民营事业维 反一第58条 第五项所定办法中 有关规划建设 支执行 船舶入出港 停舶 停航 港区安全 或港区行业 管理之规定者 由中央主管机关处 新台币三十万元以上 一百五十万元以下罚还 第67 杠一条 适用第十二条之一 第十二条之二 及第十九条之一者 公司应与股东转让 或办理账簿 划拨之年度 或缓课期 兼借满年度之次年度 一月三十一日前 依规定格式 向该管税券 集成机关列单身 报该已转让 办理账簿划拨 或借其 尚未转让之股份资料 其未依险 或未据实申报者 税券机指机 关除限期 责令补报或填发外 按其应申报 或短期之所得金额 出公司负责人 百分之十支罚还 但最高 不得超过新台币五十万元 最低不得少于 新台币五万元 逾期 自动申报 或填发者 减半处罚 经税券机关 限期责令补报 或填发 公司未依险补报 或填发者 按其应申报 或短期之所得金额 出公司负责人 百分之十五支罚还 但最高 不得超过 新台币一百万元 最低不得少于 新台币十万元 第67-2条 适用第23条之一 规定之事业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 由税捐机征机关 分别依各该款 规定处罚 一 违反所得税法 第71条规定 为一线办理 结算申报 而以一同法 第79条第一项规定 补办结算申报者 应依税捐机 止机关调查 核定之所得额 按档年度试用之 盈利事业 所得税税率计算之金额 并指 10%至报金 但最高 不得超过 新台币三万元 最低不得少于 新台币 一千五百元 以以一所得税法规定 办理结算 办理结算 绝算 或清算申报 由短路报一 所得税法规定之 客税所得额者 应就税捐机征机关 核定短路之客税所得额 按档年度试用之盈利事业 所得税税率计算之金额 处以二倍以下之罚还 四 未依所得税法规定 自行办理结算 绝算 或清算申报 而经税捐机 止机关调查 由短路报一 所得税法 规定计算之客税 所得额者 应就税捐机征机关 核定短路之客税所得额 按档年度试用之盈利事业 所得税税率计算之金额 处三倍以下之罚还 五 未依有限合伙法 第二十八条第二项 规定之盈于分配比例 计算各合伙人 盈利所得额者 应按其计算之所得额语 依规定计算所得额之差额 处百分之五之罚还 但最高不得超过新台币三十万元 最低不得少于新台币 一万五千元 六 未依限或为巨石填发 第二十三条之一第七项 规定文件者 处新台币七千五百元之罚还 并通知限期填发 借其未填发 或未巨石填发者 应按未填发文件之所得额 处百分之五之罚还 但最高不得超过新台币三十万元 最低不得少于新台币 一万五千元 第二十三条之一 第八项规定之扣缴医务人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 由税券基征机关 分别依各该款规定处罚 一 未依第二十三条之一 第八项规定扣缴税款者 除现期责令补缴硬扣未扣 或短扣之税款 即补报扣缴评单外 并按硬扣未扣或短扣之税额处 一倍以下之罚还 其位于现期内补缴硬扣未扣 或短扣之税款 或不按时补报扣缴评单者 应按硬扣未扣或短扣之税额处 三倍以下之罚还 二 以依第二十三条之一 第八项规定扣缴税款 而未依同项规定之期限 按时申报或填发扣缴评单者 除现期责令补报或填罚外 应按扣缴税额处20%只罚还 但最高不得超过新台币二万元 最低不得少于新台币1500元 逾期自动申报或填罚者 减半处罚 经税捐机征机关 限期责令补报或填发扣缴评单 扣缴义务人 未依限按时补报或填罚者 应按扣缴税额处三倍以下之罚还 但最高不得超过新台币四万五千元 最低不得少于新台币三千元 三 于第二十三条之一 第八项规定期限缴纳所扣税款者 每月二日 加值百分之一至纳金 第十三 张负责 第六十八条 本条例实行前 一元奖励投资条例或原促进产业 升级条例编定之工业用地或工业区 适用本条例之规定 第六十九条 非属第二条锁定公司或企业知识业题 经各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认定者 追用第九条 第十三条 第十四条 第十六条 及第二十六条 至第二十八条关于奖励 补助或辅导之规定 第七十条 依依其他法令 享有租税优惠 奖励 补助者 不得就同一事项 重复享有本条例所定之奖励 或补助 公司或企业 最近三年 依严重违反环境保护 劳工或失品安全卫生相关法律 且情节重大经各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认定者 不得申请本条例之奖励或补助 并应追回违法期间内依本条例申请所获得之奖励或补助 依前项规定应追回奖励或补助者 各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应于追回之处分确定后 与其网站公开该公司或企业之名称 依税捐机执法第48条第二项规定 停止并追回本条例之租税优惠者 财政部应于该停止并追回处分确定年度之四年 公布其名称 不受税捐机执法第33条规定之限制 第71条 本条例施行细则由中央主管机关定制 第72条 本条例自公布日施行 但第10条施行期间自中华民国99年1月1日起至108年12月31日至 本条例中华民国104年12月30日 修正公布之第10条 第12条之一 第19条之一实行期间 自105年1月1日起至108年12月31日至 本条例中华民国106年11月22日 修正公布之第12条之一 第12条之二 第19条之一实行期间 自106年11月24日起至108年12月31日至 第10条及第23条之二实行期间 自106年11月24日起至118年12月31日至 本条例中华民国107年6月20日 修正公布之第19条之一实行期间 自107年6月22日起至108年12月31日至 本条例中华民国108年7月24日 修正公布之第12条之一 第12条之二 第19条之一实行期间 自109年1月1日起至118年12月31日至 第23条之三实行期间 自公布生效日起至118年12月31日至 本条例中华民国112年1月7日 修正之条文实行期间 自112年1月1日起至118年12月31日至 第19条之一